这个白色的琳兰花朵 还有一个叶片 一团绿色的线 一个透明胶垂 还有一个胶棒 一包小的碎石 好收到材料之后 我们首先把这个灯袋给解开 接下来我们反面 塞入电池 这电池需要大家自己准备 三节七号电池 我们塞进去后 打开这个测试一下亮度 这个灯是亮的话 我们继续下一个步骤 如果灯不亮的话 大家请及时联系一下客服 好接下来我们拿出灯的尾对 然后我们拿出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有个小洞 我们把这个灯塞到这个小洞里面 然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灯粥有点大不好塞 我们需要用自己的剪刀 把它的洞搞得大一点 可以确保这个灯粥能穿过去就可以了 现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 然后我们需要拿出这个热绒胶棒 这个热绒胶棒 热绒胶棒的使用方法呢 就是用打火机或者火焰 烧这个热绒胶棒 那么胶棒就会烧得像液体一样 然后液体我们涂在这个中间 它会很快的凝固 然后方便使用的话 我就用了这个胶枪 胶枪就是加热胶棒的一种工具 它是比较方便的 那我就用胶枪来演示一下 涂一点胶水在中间的洞口 然后我们快速的把这个叶片 和胶融合在一起 好像叶片就被固定住了 接下来我们扭去的铁丝 铁丝我们一个根株 这样子对折一下 然后下一个灯珠也对折一下 这个铁丝中间就能不要打结 我们不需要按得很紧 就按得很紧 如果中间把铁丝给按断了 这个灯就不亮了 接下来我们做这个零来花的造型 第一个灯珠 好就是第一朵小花的一个弯曲度 这个完全是按照我们一个 自己喜欢的一个造型来做出来的 然后第二个灯珠 我们稍微高一点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怎么弯铁丝的 第二朵花我们稍微高一点 然后这样子 给铁丝塑形 第三朵花我们再稍微高一点 就是模仿那种灵蓝的一个造型 第四朵再高一点 这个高度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做造型就可以了 这个调整是需要一点耐心的 调整的好看 但做出来才造型才好看 好我们这一半边 一半是四朵 四朵灵蓝花 然后我们继续做另外一半 这四朵已经有一个造型出来了 然后另外一半 第五朵花 就是在做花的时候 大家也可以用这个手捏住铁丝 不让它乱动 这样子造型会更好地固定好 好第七朵 然后每次固定好的造型 可以用手捏一捏 把这铁丝的造型捏出来 好第八朵 这样大家应该能看出来这一束灵蓝花的造型就做好了 同时我们需要盖上这个玻璃罩 看一下这个高度做的合不合适 有没有顶住玻璃罩 这个高度正合适 还稍微留一点空间 这是第一束灵蓝花呢 我们就做好了 其实第二束还是同样的 好接下来我们给灵蓝花成上绿色的线 绿色的线是这个线 我们取出 我们可以先剪一段 这一段大概可以剪四到五米 稍微留得长一点 不要绕到最后线不够 因为这个线我们是足够的这么大一坨的 好我们从底部绕到上面 绕线的难度就在于 它绕的时候铁丝会移位 所以不太好绕 真的需要耐心来慢慢做 我们可以在下面 这样两头的线都绕一下 这样子可以更固定一下 如果觉得底端它会一直滑落的话 我们可以打一点胶水 沾一点胶水 可以用这个液体胶 也可以用胶膀 我们就先用这个液体胶吧 给它先把这个线固定一下 不然缠的时候很容易滑动 在这个起头的位置 涂一点点的胶水 不要太多 稍微等几分钟它就干了 好 粘好之后我们可以继续绕了 然后如果大家觉得 这次铁丝一直在晃的话 我们可以找出一些小夹子 先把它夹住固定 这样子应该方便多了 然后这样子横着拿过来绕 好 绕了这种双层 就是有多个铁丝在一起的 这个我们需要先往上 好 这边会有露出一点铁丝 好 没关系 我们这样固定 先绕个几圈 让它固定住 好 然后我们往回绕 把刚刚下面的铁丝 慢慢的往下 把下面的铁丝遮住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交际杵 突出来的铁丝 用手按一按 把它按得稍微挺一点 好 绕到这边 我们再固定一下 继续往上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三片叶子很碍事的话 我也可以建议后面最后 最后再去粘它 就是要把三片叶子都给剪掉了 就是把它剪开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叶子 然后就是做好灯之后 做好灯之后 我们自己再单独的塞叶子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但我建议是把叶子拿掉吧 这样子蝉蟹会方便一点 我们再绕到这有两个小分叉 小分叉的时候 两个小花枝的时候 我们不管后面再去绕这些分枝 我们先绕出组织道 就是这一整枝的 然后我们就是这里 绕到这儿 绕到这个灯头位置 绕到这里的时候 这个灯树我们不要绕上 就绕到灯树的这个前 对 这里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切掉 接下来拿出这个小胶水 稍微涂一点点 这个不要涂得太多了 一点点 然后我们把它捏过来 好 来回地捏 把这个线头给藏起来 它这个是有粘性的嘛 这样子搓一下 它的线头就不见了 我们再剪一段线 这个大概 不是需要的不是很长 大概半个一米才够了 然后同样的 我们还是需要取一点胶水 头和尾都是需要用胶水 给它粘上固定的 好 也是绕到这个灯树的位置 我们就剪掉 然后粘一下 把这些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 给缠上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控一颗灯树 这个灯树我们可以绕一下 下面一个连燃花的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做第一个连燃花这么做 下面一个连燃花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我们还会剩出三个灯树 这三个灯树 你如果不需要的话 可以把它剪掉 如果你还是想要留着的话 可以像我这边一样 缠绕在这个下面的地方 好 灯树花的花朵 它有小的 还有大的 有一点点小差别 然后小的我们是放在上面的 然后这个洞口呢 有点小 我们也是需要用剪刀 来扩大一下 这样就可以塞住了 如果你想要固定的话 可以用酒精 就是那个白色的透明胶 这个胶水 我们可以沾一点胶水 我们可以沾一点胶水 好 这样子就粘住了 不想故意的话也可以 好 这样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再解释一下叶子 怎么沾 连燃花两树都沾完了之后 我们插在这个盾背 也是打这个热熔胶 就那个透明胶是沾不上的 我们需要用这个胶爆 我们这样竖着沾 胶打得多一点 像这个样子 我们撕紧叶子竖着沾 这样子它就可以立起来了 然后多余的这部分铁丝 我们可以这样 不要起来 不要的话剪掉就可以了 好 这样 然后我们需要沾这个水晶 水晶我们用这个 透明的胶水来沾 我们先涂一层在这个下面 薄薄的涂一层 然后我们把水晶放上去 我这个水晶比较小 比较碎 你们收到的应该会比我的 大一点 这个水晶按照你个人的喜好 来多沾或者少沾 你喜欢多一点 那就多沾一点 或者说你沾完第一层之后 我们可以再铺一层 让它有这种水晶的堆积感 但是第一层一定要干 然后再铺第二层 不然第一层就会被粘起来 好 基本上这样就完成了 开灯后的效果 是很漂亮的 其实它的难度呢 就在于呈现和捏续个花的造型上面 其他的难度是比较低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